夏日熱心活力的春水 注入這個啟動儀式台 啟動青年的台湾仲夏旅遊節 夏日是台灣旅遊的旺季 台灣擁有先天地理優勢之外 還有豐富的藝術 人文與美食面貌 可以同時享受海岸風光和山林景色 更可以體驗藝術 音樂 還有夏日良品美食 交通部觀光局舉辦 台灣仲夏旅遊節活動 邀請國內外朋友放碗底下 觀光局它事實上是按照春夏秋冬 在四季都有一個主軸的活動 在春天就是燈會 台灣燈會 夏天就是今天的台灣仲夏旅遊節 秋天是自行車節 冬天是台灣好湯 所以在四季都有這樣的一個主軸 台灣仲夏旅遊節對交通部現在正在推展 這個觀光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在我們利用特別預算 然後來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 前天的數據是246萬 我們年底目標是300萬 也就是說在年中 中間的中 大概已經接近300萬 非常有信心在年底可以達到300萬 600萬的這個目標 明年我們希望就恢復疫情前的 1200萬的目標來走 今天台灣仲夏旅遊節是從去年開始 由觀光局重新把它打造 今年剛才主持人有談到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除了現場很多的夥伴 還有包括我們13個風管處 22個縣市政府都已經投入 總共有四大的主軸 另外在觀光局也已經有規劃 要拍攝這個跟齊波林機器會合作 要拍攝一個宣傳短片 要在美國的時代廣場來播放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夏天有這麼好玩 那我這邊特別跟大家這個推銷 就是我們7月1號北中南 三大都會區的通勤業票就要發行 就要開始啟用 那北部就是G北北桃 中部是中章駝苗 南部是南高坪 你只要比如說以G北北桃來看 買一張1200的 它就可以上遊 搭各種公共運輸的運據 那這個平常叫做通勤業票 那假日叫什麼 就是假日的通勤業票 所以等於說假日大家也可以拿 我好像有帶 順便推銷一下 平常當通勤 假日就當T-Pass 當公共運輸低碳旅遊 所以大家也非常請大家多多的應用 臺灣仲夏旅遊節推出四大主軸 清涼 消暑 良品 山林 結合各縣市府推出的觀光活動 期盼讓臺灣的觀光品牌 讓世界都知道 每個禮拜三煙火 那個船上又可以吃東西 噴飲料 聽音樂 事實上我們現在國內 國旅的部分已經都復甦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假日 事實上每一個風景區 或是我們旅館都訂得相當的滿 那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就是國際觀光客 那國際觀光客在前天大概達到246萬 那我們年底是600萬的目標 所以現在確定應該是年底的600萬目標 可以達到 那在明年就可以恢復到疫情前 1200萬的水準 那現在整個狗旅的部分 它大部分都是在假日 它人很多 那平常日是包括我們的旅宿 包括我們的餐飲 生意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國外的這些國際觀光客 他們來大部分都會跨這個禮風時間 平常日 所以剛好把禮風這一塊把它補齊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重要 國旅還有國際觀光客 對我們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觀光署我們9月15號掛牌 那人選很多個 包括我們現在的局長也是很重要的 人選之一 所以我想說我們期待是說 這個人對於觀光 是他有他很多的一個專業 然後也善於行銷 然後帶領我們觀光賣向下一個新氣象 所以我想說這部分就等我們討論完以後 會跟行政界在做最後的確認 然後會公布在9月15號以前會公布 另外觀光局還規劃 現場與民眾互動 分享仲夏旅遊的美好體驗 所有參與這一次台灣仲夏旅遊 我記得所有活動的秀書 記者問句台北不倒 當第一時間 ´ 最新的現象